好,下面呢,我们拿XR的设备呢,来大概看一下,啊,大概看一下这个过程 呃,看一下啊 嗯,试一下,不一定成功,对吧 呃,叫做 login console login on login console debug debug comment 好,下一个呢,我们在这儿,嗯,先把这个 interface turnal t18给收藏掉 收藏掉,然后的话呢,我们debug debug ip icp dump message 没有ip 直接 icep dump message 啊哈 哦 哦 啊 还有啊 all detail all detail 行 那下面一个,我们继续,把 interface channel t18给no,适当 comment 好 停 嗯,差不多了 诶,又来了 on debug all 啊,on debug all 嗯,大概过一遍,这个应该差不多的,对吧,应该差不多 嗯 pass 这个 message id,什么呢,叫做session,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看懂了,对吧,session 然后呢,这是下一条的,hop,对吧,refresh,啊,45秒,这个explicit route,显示路由,对吧,strict,就是strict,应该是,显示路由,22,23,那下面一个lab request,这也能看到,session attribute,对吧,session,呃,sender template,这个里面, 然后呢,速率,速率在这儿,对吧,我们看看接收的报文,接收的应该是reserve 消息,对吧,reserve 消息,这里面,也应该还很清晰,有一个level,对吧,就level是这个数值,这个数值是什么,接上去, 16进制,变成10进制,24002,等会我们来看看,是不是24002,基本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看它的那个,show isap sender detail,sender detail,这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是不是差不多呀, 嗯,无缘组的信息,是吧,total ID,就是尾端 ID,就是session address,然后呢,tunnel ID,扩展tunnel ID,以及LSPID,是吧,现在的扩展tunnel ID呢,以前我曾经看过老的一些iOS,它扩展tunnel ID呢,显示为零了,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按照total ID来刷,对吧, 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感觉就是标识,啊,标识,那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啊,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象里面,这个session这个对象里面, session这个对象里面,它就是三个,一个是,呃,这是尾端 ID,一个是tunnel ID,一个是tunnel ID,一个是扩展tunnel ID,那扩展tunnel ID相当于头端,这相当于头端,这相当于尾端,这相当于那个,tunnel ID,是不是,那,可能是这个用,啊,可能是这个用,还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show的时候吗,我们在iOS这边,不是show过一个东西吗,show, show,show,show什么来着,show ampere's trafficking and link measurement,呃,admission control,在这块,啊,这个就是头端 ID,尾端 ID,和,啊,这个还不对,这还是LSP ID,这还不是tunnel ID,那还不是tunnel ID,那还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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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protection of back up tunnel,是没有的,现在, 嗯,对吧,现在还没讲到这个,这就是跟F22相关的呃,呃,书院急,对吧,呃,手率,呃,呃,运运几还没讲,等会还要讲一下, 还要讲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呢,呃,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报文的,然后呢,腰进来了,出去了,对吧,哎,我们看这里面没有字经,对吧,我们到R这边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showICP 这就减掉自己了吧 对不对 就看到出去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给减掉了 对吧 然后呢 show mps 復元经理运 link management admission control 这边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这边呢 看起来不太一样 只要是B0 这是B0 这解释吗 B0代表fromPool0 fromPool1 Pool0破1 应该就跟那个 globalPool和subPool 是一样的 这个还没讲到 这个到高级课程中间才能介绍 对吧 这个没怎么说的 对吧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已经预留下来了 对吧 reservation预留下来了 预留许可 对吧 预留许可 这个基本差不多了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admission control的配置 有非常多的东西 有非常多的这个admission control的 以前我看的 以前我看文档里面 根本就没有 现在的话呢 我看文档里面 好像是有一些 好像是有一些 但是没有细看 如果要配的话呢 应该是在RCP里面配 有没有 我看文档里面配置 这个基本的讲好就行 然后呢 回报的话呢 就应该从ABA那边回 说ICP Reservation Detail 对吧 Reservation Detail里面是有 这个委员组信息 对吧 然后呢这个标签在哪 隧道类型 就是速率 对吧 这是BPS500K 对吧 500K带宽 然后呢 你的这个 啊在这 本地的 对这个是标准的 对吧 3的这个标签 发给谁 发给7吧 是发给7还是发给2 然后发给2 发给4 发给4 show ISAP Reservation Detail 这是收来的 那下游 收到的 我上游的 对不对 本地分配标签 对吧 本地分配标签 往上发 这样的话呢 就一跳一跳的 发到谁 Reservation Detail 一跳一跳呢 就发到A1了 一旦发到A1 以后 A1收到的是24006 刚才我们看过了 对吧 啊 A1收到以后 那这样的话呢 表示 隧道建立成功 隧道建立成功 show ampers forwarding table 这里面是有信息的 这边直接写一个te 往后18 挺有意思 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XR上面 这个隧道建立呢 也讲完了 对吧 下面呢 少一个永远级的东西 我们把永远级给讲一下